那接下來我想有請一下陳主委 院長我們等主委同行我先問你好了 院長其實兩岸現在是不是一個準戰爭的狀態 因為這個是不是你的認知 現在兩岸的狀態已經是準戰爭的狀態 不是 中共武力犯台什麼時候會開打 我們這邊有沒有評估 譬如說下個月下半年明年還是後年 為什麼 因為之前院長給我們的感受就是 是一個很有擔當一直衝衝衝的院長 可是最近對於面對這個兩岸問題 好像開始戰戰兢兢了 那到底是有所本呢 還是因為違言聳聽 因為中國一再宣稱 不放棄武力對付台灣 所以我們始終戰戰兢兢 但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我們都為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努力 也為守護國家主權 服務國利民努力 所以院長簡易來說你的說法 假設我是一般民眾 我只想清楚了解 那我們有沒有認定他到底會不會打過來 我們不畏戰 不挑戰 但我們做隨時應戰 而這個應戰不限於中國 任何國家要侵略台灣 任何國家武力要對付台灣 即以保家衛國 維護國家主權 政府都有責任 要盡最大的努力 隨時做最好的準備 只有做戰爭的準備 才能得到和平 所以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我們都做最萬全的準備 盡最大的力量 任何國家再強再大 如果要侵略台灣 並吞台灣 台灣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但是院長我想提醒你的一點 當然你曾經說過 站海灘 站海上 站街道 站山上 就算剩一隻掃手 你也要拚 但是我想要提醒的一點就是說 前國安局長也有說 如果今天兩岸真的開戰了 這個戰場其實是在台灣 所以不是有去陪就好了 但台灣人民也沒有權利 就是說需要 也不能說沒有權利 台灣人民沒有相對要陪 你們一起玉石俱焚 我覺得 所以說如果今天戰場是開在台灣了 那未來你要知道 打一天台灣的傷亡就會更重一天 而不是打越久誰撐越久越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用這樣的態度 去看待這樣子一件事情 跟戰爭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請問一下 陳主委 就是說你說現在是瀕臨城下 那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你嘴裡的瀕臨城下 是怎麼樣的一個瀕臨城下 因為就像院長說的 你們迎戰不畏戰 其實相對這個言論呢 也被對岸說成是 盲人騎蝦馬 夜半臨聲遲 那對於這樣子一個說法 你們怎麼看 委員 剛才你引述那一段話 站海上 站沙灘 站街道 站山上 其實還不只這四句 還有另外三句 包括站登陸點等等 而這個話 還不是我蘇貞昌說的 這個比我早幾十年 是邱吉爾 在希特勒要打英國的時候 他說的 當時邱吉爾是英國的首相 就等於現在台灣的行政院長 我想提醒你的是 時間 空間 背景都不同了 就是說今天 前國安局長蔡德勝也說 兩岸開戰的戰場 一定是在台灣 所以戰爭的殘酷 是我們要去面對的 不是說我們今天撐越久 我們就越有gas 而是撐得越久 有可能傷亡就會越慘 所以我希望院長 就是說 我當然很欣賞你 保家衛國這個gas 或者讓人民可以有安全感這個gas 但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現實 而不是要人民 跟我們一起玉石俱焚 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想對院長的提醒 陳委員我們面對現實是應該的 但絕不投降 而雖然時空背景不同 但保家衛國的決心是相同的 而這個也不是人民陪我 或者陪政府 而是大家舉國上下 團結一心 為外敵才不敢親我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主委 就是我所問你 就是說對岸影片這樣說 你是盲人騎蝦嗎 夜半臨聲齒 那這個部分怎麼看 因為中共解放區到底什麼時候 都打來我們也不知道 那如果我們現在就站在這裡 大聲的喊殺喊打 是不是有點阿Q心態 因為對方的D-Day到底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我是主委 喊殺喊打的是對岸 是中國有一部分人 相信全體中國人民 絕大部分也不喜歡打戰 也都在追求和平 而中國是多少年來 多少世代以來 被外敵欺負最多的 連習近平都說 他中國不行霸權主義 不挑動外地革命 他都在南美洲 都曾經做這種演講 我們希望習近平先生 這一種心理也能對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抱同理心 我們台灣 絕不去挑動任何戰爭 但台灣雖小 人民雖兩千三百萬 但台灣人多少是在經營這一個國家 保住這一塊土地 我們作為今天先祖傳下來這塊土地 我們要傳給往後的代代子孫 院長你講的我都懂 但是我覺得今天很可疑的一點是 我發現陳主委只會在旁邊一直笑 我問他他都看著你的避而不答 你是怎樣 是上面有下指導期 還是你現在看到我覺得我長得比較醜 上面的記者比較帥 還是用這種方式在逃避問題啊 身為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要有相對的態度而不是選擇逃避 所以我問了你很多次 我也要問你的態度 可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連表態都不敢 都要院長出來替他擋子彈 成何體統 還告訴我說我們不用衛戰 笑死人了 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說法 已經被對岸說成是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聲池 到底主委你怎麼看 你不可以再找救兵了喔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過去為什麼講什麼是叫兵臨沉下 也就是 炎月二號 習近平提出的習五條 習五條 很清楚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部分 習近是兵臨沉下 我相信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方案已經在習近平的桌上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兩會在舉行 他們再度重申 而是兩會結束後 要啟動所謂民主協商 要來強迫我們去接受他們所設定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習五條簡單來講 哪五條 第一條統一 第二條統一 第三條統一 第四條統一 第五條要統一你 習五條就是要統一你 這不是要兵臨沉下嗎 OK 所以就是你認為說 一切一切就是說漂亮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 正在被統戰中嗎 當然啊 OK 你是這麼認定的嗎 是啊 但我現在就想提出一點之一 就是說 如果未來啦 假設我們現在一切副大陸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一國兩制跟台灣方案 這個部分 那我想知道 如果未來大陸去參加的學者 或者是一些民間團體 他去參加一些研討會 或者活動 可是 會議裡面沒有去出現 所謂的一國兩制 或台灣方案 因為你一直跟他說 譬如說 你不會再去 那我想請問 到底如果他們去了 到底是根據什麼樣的法來罰 還是說 違背了什麼樣的一個法令 因為我覺得相對 這個主委是要說的很明確的 跟委員報告 正常的學術交流 正常的政黨交流 正常的城市交流 這個都是我們的政策 所以你不反對 你也不會刻意卡關 但是如果 不會嘛 你要先回答我啊 如果你認為的正常的學術交流 正常的所謂非官方的交流 你絕對不會刻意卡關 正常的學術交流 根本不需要我批准啊 不是啊 那有一些你可以間接的啊 跨部會的教育部 跨部會還是要審核 相對你可以有意見啊 正常的學術交流 不需要申請啊 那我問你嘛 如果未來他們附大陸 參加一些座談 那沒有這些 他們是依什麼樣的東西 要讓你罰 依什麼樣的法規 要跟你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有特別談得很清楚 必須經過政府授權 或政府直接談 未經政府授權 去跟人家談政治協議 才要受到處罰 那主委 這個就是我另外一個想要請教你的 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 習近平連續對台講話 提到是兩岸各界可以兩岸關係 展開民主協商 而且這個民主協商呢 是尊重台灣主流民意的一個體現 也不影響也不取代兩岸的協商談判 所以我不懂 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 狀況下 為什麼 國內的學者團體 或者 個人 不可以去參加 你懂我意思 就是說我堅持一個個人 是非官方的一個立場 可是我要去大陸讓知道說 台灣想要加入 所謂的國際組織也好 或者台灣就是不希望 就是對 我想提出對台灣一些 更有利的一些方案都好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去發表的想法 難道這樣也不行嗎 跟委員報告 民主協商 對中共來講 是一個專有名詞 不是一般的學術交流 當年國共內戰的時候 老共就提出了民主協商 這個民主協商 之後來就轉換今天的 他的政治協商會議 所以民主協商對中共來講 是一個專有名詞 它不是學術交流 所以你覺得 這一些都是漂亮的謊言 不是啦 民主協商對中共來講 是專有名詞 它是有一套體制的 不是啊 如果我今天是非官方交流團體 我會覺得說 看起來不錯啊 但是你就說 它是毒藥 它是包著糖衣的毒藥 是這個意思嗎 委員 你聽我講嘛 你不要 中共的術語裡面 專民主協商是很特別的 它轉換到後來的 今天的政治協商會議 跟我們所說的 一般的學術交流 是不一樣 兩個是一碼歸一碼 我們反對是那個民主協商 不反對一般的 正常學術交流 哦 那我這樣想請問你 就是說 如果 連我去參加 所謂兩岸民主協商的 言論自由 是不是也都沒有了 就我聽你這樣講 一直就說 沒有什麼民主協商言論自由 民主協商就是一個機制 就是一個機制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 有沒有自由 這件事情 那因為呢 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今天 就像我剛剛說探討的 如果我今天是非官方 可是我是民間代表去的 是可以提出 對台灣更有利 或甚至比現在為實現出來 更好的台灣方案 為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可以談 可是我們政府卻覺得 連談都不能談 我們要彼此了解 彼此溝通 不是製造對立啊 我想院長這個你應該也很認同 就是說彼此要有對話 也要有談話嘛 那為什麼不能談 因為我覺得要談才有突破 就是說 那個主委 你不要說到大陸 好像讓人打扣 我跟你說 台灣人不是吃素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身為一個主委 你沒有站出來話聲 叫我們硬起來 結果到處來 我跟你說 他就是要恐慌要統戰我們 這種心態怎麼會對 你要對台灣人有信心啊 對不對 所以院長我覺得 是不是這樣有點太過了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增加 不要非官方的嘛 因為你官方的話 就算他今天是民間的代表 他去了大陸去談的什麼東西 民眾都是可以 他們都是應該被監督被檢視的 如果他今天出賣台灣了 或簽了任何出賣台灣的協議 台灣人是會唾棄他的啊 在哪需要你陳主委 在這裡大囊囊的講 我更必須跟委員說明 講案人民關係條例 是大宴通過了法律 大宴通過了法律 大宴通過了法律 裡面就限定 沒有政府授權 不能去談政治議題 我們尊重大宴通過的法律 主委 我現在在跟你談的是 所謂如果是非官方的交流 連你們院長都笑了 我笑的是因為 用同樣的語言講不通 還要用英語講康道 所以不是 所以院長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你主委一剛開始先看著你求救 討救病 然後我不知道是上面下指導期 不能說還是不應該說 說了之後又暴衝 但我們現在好好冷靜 討論這件事情 好像他也覺得不對 那我只覺得說 如果今天對台灣有利 為什麼我們不開啟談話 為什麼我們不去透過 非官方的這種說法 去讓人家知道 台灣人要的是什麼 什麼才對台灣有利 這個都可以談的嘛 來你要答選了 那我現在來打 第一 我們一直認為 平等互惠 學術交流 生意交流 都非常好 我們都支持 但 如果委員你有研究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或者研究 國共內戰的經過 民主協商 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特有的名詞 那一段 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 吃掉的 整個經過 就是一直用民主協商 一步一步吃掉 而最後 這個民主協商的機制 就是現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 簡稱政協 所以這有一段經過 委員 你可能不知道這個歷史經過 你可能不熟悉 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吃掉 中國國民黨的 是怎麼吃掉中國大陸的 院長 所以民主協商 我覺得你需要道歉 我們沒有不了解 我覺得對於這個部分 你是要尊重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也想講 不要遇到兩岸問題 不要遇到兩岸問題 都跳起來 好我知道你們現在呢 你們的蔡英文總統 現在是辣 辣台妹 你們也不用搶著 好像剪刀槍一樣 像每個人都想要來做 辣台地辣台歌 不需要 我們身為台灣民眾 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兩岸關係 我覺得這是相對重要的 我不懂這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 如果今天兩岸和平協議 如果要算數 這大家都知道 是要透過兩岸官方授權的單位 才算數 那我剛剛也說了 他去了任何一個人 就算非官方 去談的不該談的 甚至是消滅台灣民主的協議 有誰會敢去簽 再來 就算他去了 說了不該做的 說的話 做了不該做的事 難道他不會脫棄他嗎 會嘛 有有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那我覺得 所以說真的啦 我認為你們不應該把兩岸和平協議 去載化成統一協議 或統降協議 投降協議 為什麼 其實時空背景都已經不一樣了 就像說 現在川進二會破局 難道他們不願意再去談第三次嗎 一定會去談嘛 所以 就像你說的 我們今天對我們的鄰國 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都開放一種開放的態度 我們都願意去談 那如果今天政府換個心態 換個觀點 把兩岸關係的和平的可行性 都去做都去溝通 那何必自己毒死自己 我覺得這是態度上的問題 你已經替你自己下了一個據點了 那怎麼又開啟對話 這個我真的是看不懂 不是說影戰 是很厲害的 還是說我挑戰 我就是有GAS 我不畏戰 我也很有GAS 我覺得挑戰 影戰 不會戰 這本來就是政府 應該做為人民的靠山的一個責任 可是如何堅定的穩定兩岸關係 而不影響兩岸的所謂非官方的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相對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主委你自己都說你是上通下民成民通 但是我想問你 不溝通 不協商 甚至非官方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去主動的讓非官方去溝通 而去打壓民間亞裔地方的阻礙對話 請問怎麼和解 不要說和解 你要怎麼對話 真的 不是說 就像你說 你說兩岸關係停滯 那人不是我台的 人不是你台的 沒錯 但是人都要被殺了 你還不去救他 那相對於你是間接殺人嗎 欸主委 你看那是什麼意思 請你尊重一下好不好 你要我回答嗎 不是啊 我 不需要你回答嗎 好那我現在回答你了 你現在搶救兵 哪不然就是態度這麼輕跳 你什麼意思 你看到兩岸關係 我跟你提兩岸關係 不論在委員會在這裡 你就一副好像吃了炸藥一樣 但你跟我說 你有多通 多會替我們台商爭取福利 替我們維持兩岸關係 真的這都空話 看你對我們的態度就很明確了嘛 好好的冷靜跟你談論這件事情 請問委員我現在可以回答你嗎 我可以回答你嗎 對啊那請問啊 我要你回答那麼多次 你都一直看上面 那請問你可以回答嗎 好我現在回答你嘛 和平很簡單 我們一再呼籲 北京放棄對台動武就有和平 不需要簽什麼和平協議 只要他放棄對台動武 所以你覺得他會對台動武嗎 對不對 是不是吧 是不是 連韓國瑜韓市長都講過 不要懷疑北京統一台灣的決心 你不要扯到韓國瑜啦 我現在是問你陳明通的態度啦 是不是嘛 他說我講過啊 對 那所以啊 我要的是你的態度啊 北京只要放棄對台動武 兩岸就有和平啦 第二點 我們一再呼籲 身為陸委會的主委 你要在這裡呼籲 對著大陸說 只要你放棄武力犯台 我就願意冷靜下來跟你談啊 這個是你的工作啊 你的態度啊 我們過去也一再呼籲 不屑前提 政府對政府的互談 我上任以來就不斷的呼籲啊 其實院長我對於主委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不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 台灣不管是對於美日關係也好 或者是兩岸關係也好 說真的 這個都是環環相扣互相連結的東西 所以說真的啦 你要脫離不可能啦 所以如果要把國家的利益擺在前面 而擺脫所謂的激劃激勵 甚至是把選舉的因素政治考量放進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恥的行為 我也希望兩岸關係能夠Calm Down 可是兩岸關係Calm Down的責任 是全民的責任之外 更是你蘇院長 更是北京的責任 所以你覺得兩岸關係Calm Down 你沒有責任是北京的責任嗎 是這樣子講嘛 北京有責任最重要放棄對台動武嘛 是北京的責任我非常明確的 委員你想 台灣從不去招惹北京 反而習近平今年1月2日他就發表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統一進程的努力 都是他在破壞現狀 院長我覺得沒有人說要聽習近平什麼 我是一個台灣的民眾 我只希望台灣能夠保護我什麼 委員你不只是台灣民眾 你是台灣的國會議員 從你開始執行以來 你都沒有指責中國半句 你都只在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真的院長 這裡不是我們在耍水皮屍的時候 身為外面的任何一個民眾 只希望我們不能安排我們能過生活 我們要的不是戰爭 我們要的不是不衛戰的政府 我們要的是保衛我們的政府 批評中國一下嘛 沒有半句批評中國 都只是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我們沒有批評喔 我們沒有批評你們喔 我們都叫你們拿出相對的方案跟相對的對策喔 我們說如果可以讓台灣能夠讓放民間交流的話 去讓去表述說我們認為做哪些對台灣好 為什麼不行 那對習近平所講的這些 請你批評一下 真的院長 我覺得應該要冷靜的是你 你應該要冷靜的是你 我已經說過身為台灣民眾 我要的是不是一個不衛戰的政府 而是要給我能夠平安健康 甚至是能夠讓我不面臨戰爭的一個政府 我也是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主委你請回啦 另外一個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行政院跨部會協議已經確定公投修法的方向 是不是就確定公投跟選舉是脫鉤的 現在還沒有整個往這一方面定案 我們都從各方面來演繹 所以2020大選是不是就不會有所謂的大選版公投的狀況 這個 把過去所做的各種情況 利弊分析 怎麼樣比較好 既能尊重民意 又能有效運作 那這個最後都要經過大院 過院 立法 或者修法才可以 院長 我想請問你這個利弊分析呢 是有任何政黨利益的考量放進去 譬如說 今天這個公投法對我的大選不利 我就不綁 有利我就綁 是這樣嗎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考量 民進黨政府從不害怕公投 是過去中國國民黨一直視公投為洪水猛獸 好不容易 今天台灣人民可以行使直接民權了 但行使後 有什麼好有什麼壞 都要必須不斷的檢討 希望能到達到最好的境界 也是政府的責任 至於檢討修正的草案 未來還是經由最高民意機關貴院 同意通過才行 所以院長檢驗來說 不會有所謂的政治考量的因素 才會決定要綁或不綁 這個是可以 政治因素是排除的 這個 最後宣法都是貴院的職權 所以就到最後就說 如果 就說你不會有這樣的考量 就是還是尊重 立法是要為全體國人考量 為國家長治久安 民主進步來考量 不是為政黨考量 院長我想請問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質疑 外界會有這樣的質疑 因為去年反空污 反深澳 或者是乙和養綠的這三個公投過關 說真的就是 也嚴重的啦 外界都認為嚴重打點了 民進黨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 所以呢他們認為說 民進黨如果假設 他跟大選跟公投脫鉤了 其實這個消卡 有關乙和養綠二階段 何能減煤的這個公投 是不是就沒有這件事了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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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